这个单元的最后一段 我们要来用一个真实研究案例 来做一个来探讨 如果我们今天要根据一个已经有的资料 要怎么来规划一个新的研究 在这里我们比照电子书 用来自美国CDC一个调查 全美国就是青少年以下的民众 不同各个年龄的身高的一个资资料 这是一个蛮大量的资资料 所以说特别是要 所以说是采用由原始的网站中 去抓原始资料下来的方式 并且汇入到这个hat点 所以汇入到这个物件之中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在前面 从单元3到单元5 还有6E一直我们所学到的 各种清理与整顿资料的功夫 而且这个hat的这个物件 其实除了也帮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整理 那除了什么样的整理呢 就是要帮助我们做一个资料的绘图 或者是视觉化 让我们看到这个资料中 它的重要变相的一个趋势是什么 那这个资料里面主要的重要的变相 是收入的民众资料的年龄 性别 当然还有这个身高的平均等等 好那因为在这里 它这边已经有去做计算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去太详细的去知道说 它的去处理它的计算的细节 那这个图呢 所画出来就是说 这个资料可以看到 它是由美国从0岁到20岁的美国民众 就是男女的这个不同年龄层这个身高差异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就是美国人基本上长到了13岁之后 男生就开始比女生还要来的高 所以我们今天呢 可以去设定一个问 我们设定的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去找 可以说大概是青春期之后的 美国的少年少女 他们的身高会不会显示出 男生高于女生的情形 那到底要抽样多少的青少年跟青少女 就是这个抽样调查可以我们要 我们可以先去来做规划 那要规划之前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CDC的资料 先来取得依照年龄以及性别的平均 以及我们可以再把这个资料 再去做进一步处理 我们可以处理说我们就是要抽出20岁的人 他们的我们如果调查对象是锁定在20岁的话 那么20岁的男性女性呢 他们的身高的平均以及标准差的一个状况是什么 那有这个资料 那大家可以想到我们就可以用 RNORM这个函式去制造虚拟的资料 因此这里就可以建立一个假设检定的函式 这个假设检定的函式呢 可以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在建立的时候呢 可以让可以去先来做一个大致的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的男生我们如果说各抽出一些大约5 但如果说假设先抽50人的话呢 大致上这50人的分布会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的去分析的模拟的资料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是他们他是在这里又在抽出的是14岁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再去来去看看 这里先是抽出一个14岁的状况呢 他们的两者之间的这个T-test 有没有用T-test看有没有差异 那个这里就是显示出 因为这里是用刚刚在T减定的时候 我们建立的这个自定函式 所以他会抽出的是T减定的P值 那这个P值似乎显示 好 嗯 似乎好像有点差异 但是他小于 他只比点05稍稍的小一点点而已 好像 好像没有那么的牢靠的样子 好 那么我们就从 那么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就因为我们就用Synthest去输入前面的那个 根据前面已经有的这个资讯来去做 然后我们来看看如果说是各找50人的时候 这个POWER大约是多少 好大家看到这边是POWER是0.6476 看这个就表示说如果我们做了用这样的规模做三次调查 做三次调查只有两次会是得到一致的结果 其实这个以现在的社会科学的标准来说 这个这个是非常是并不是算是太严谨的一个状况 好那么接着我们就再来把这个Think 把这个模拟的函式再做一点点更精良的改造 这次我们再加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要设定他是要做True 做那个双侧的一个可以设定 他预设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检定 做端做单位或双位的检定 那在这里呢我们再做一次 在这里在这一行可以看到 这个跌代的部分是特别设定 要去看看男生的身高 有没有比女生的平均身高还来的高 然后再去计算这个POWER 然后我们呢就直接执行看看 这个跌代之后呢 他告诉我他这里有比较高了 好那再来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呢 去画一次 我们可以用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 用这种方 用这种方式呢 再去跌 再去 跌 再去用跌代的方式 来看看在不同的样本数之下 我们会得到多少的 会得到多高的POWER 那每个每个五个增加 就是直接增加到100 100人 然后呢要这些资料呢 就是放到这个POWER 这里这套字件的函式之中 那这套函式呢 会去跌 会去迭代前面所建立的这个 这个更新版的 T减定的模拟函式 然后呢算出他的POWER 出出来 好那所以说这个POWER TABLE它就只有两 它就是只有这么一栏 它就只有两个栏 就是只有两个栏位 一个就是样本数 另外就是说这个对应 对应这个样本数的POWER 那么把它给执行之后呢 我们来等着 来看看它画出来 是什么样的一个图形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呢 是它的横轴是样本数 那对应的就是它的POWER 那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是增加到60人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POWER就会高过0.8 就80%了 好那这也就是代表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POWER TABLE 再给它做个更精确一些 因为我们就 如果有时候我们是要 我们不是要画图 而是要比较表格化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把它给做个 做个比较更精确的设计 像这里就是 我们只要设定在50到60人 逐次的往上升 然后呢最后呢 印出来的从50到60人 让我们更清楚 到底可以 如果说我们今天设定是 目标是80% 那我们至少就是 就是57或58人 就是可以满足我们的目标 好那么 希望同学呢 可以藉由这最后的这个例子 你们可以从根据 在这个一开始这个步骤 从头到尾呢 可以再根据你自己设定的问题 再来做一次你的调查